他換完之後就離開 氣爆第一現場就是這個存放瓦斯 鋼瓶的御膳坊地下室 爆炸威力之猛 首當其衝的員工叫車 宛如呂伯包一樣 被爆炸坡擠壓變形 不只叫車的車體被壓扁 擋風玻璃也被炸碎 地下室的鐵門推擠扭曲 連天花板也被炸到掉落 重達一千四百公斤的汽車 被爆炸坡炸到移動 推擠一旁的車輛 在氣爆之後不到幾個小時 老檢單位還有消防單位 還到了瓦斯桶旁邊進行檢查 宛如拆彈小組靠近衛爆彈一樣 現場氣氛緊張 關鍵就在集體擺放了這二十個瓦斯鋼瓶 如果一切安檢符合規定 怎麼會引發這麼嚴重的氣爆呢 仔細看原來瓦斯鋼瓶 採用是串接方式連接 把瓦斯集體送往一樓的中央廚房 就算去年十一月消防安檢合格 但老檢單位卻查出除了兩支空桶之外 另外還有十八支瓦斯 沒有牢牢固定在地面上 萬一曾經傾倒過就可能造成管線送脫 事發當時工人正好進行瓦斯空桶的更換作業 但這麼大的月子餐工廠 為何沒有安裝天然瓦斯 而去選擇桶裝瓦斯呢 安裝管線的費用誰該付 又是否為了省成本才使用桶裝瓦斯呢 預算法的整棟大樓受損相當的嚴重 除了一樓的中央廚房幾乎被炸毀 二樓的辦公室 三樓到六樓的員工宿舍也受損嚴重 還好沒有傷到主體 因此不至於有倒塌的危機 但老檢單位初步認定 存放在地下室的瓦斯桶 沒有牢牢固定在地面上 雖然不可能是氣爆主因 卻隱藏可能傾倒讓管線泄漏瓦斯的危機 接著來綜合報導